大家好 我是The Way 今天就来讲解昨天晚上 刚刚官方发布的这个成立更改 这个版本 将会在可能最快也是下一个更新 就会有这个更改版本 好 话不多说 我们就今天做一个中文版 来解释讲解给大家 这个什么课成立的这个新招了 OK 这里暂停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瓦格 他就冲向成立 好 就看一看他做了什么 OK 射击 这里说了 他所有用子弹来杀成立的 这些东西很像冲锋枪 步枪 G 就是所有这些子弹会弹回给你们 而且看观看那个成立的等级 越高等级 他越吸收的这个或者反弹所有的这个会比较高 就是代表可能等级12可能可以反弹回3000的这个杀伤力啊这些 难道他这个防卫圈是可以吸收一个数字的这些伤害力 然后吸收到满了呢 他就会出一个电波 你可以看得出他出了这个电波 那如果你是没有打真劲的话 你就会慢下来 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到瓦格的这个慢性的这个下箭头 红箭头已经出现了啊 但是呢如果你是 运用手流 你是运用 那个毒气 你还是可以马上杀伤到成立的哦 所以他是会马上扣血 很像你可以用 运用这个破片手雷 或者是 飞那个 那个中立波啊 中立波来飞你的破片手雷给成立 他也是照样会死 飞一个西式他也是照样会死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运用毒气 很像你运用毒男 你开他的毒气翻滚镜 或者你可以打针 跑进去啊 只是说你可能 要改运用刀 来跑进去 来看成立 他一定会死的啊 开着毒气 翻滚 或者打针镜 他成立也是不能跟你比啊 下一招呢就是说 如果 成立有运用针的话 他要逃跑嘛 他逃跑的话 那些用闪弹枪 电枪跟针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追向成立的哦 只是说这个东西 我猜测 就是说成立一旦用针的时候 你也更用针来跑来追他哦 然后你用那个电枪来电他 他被电到了呢 你一定要用刀来砍他哦 如果你他被电到了呢 你运用那个枪来砍啊 那个枪来杀他的话哦 他还是照样的吸收这些伤害 伤害的那些东西哦 然后呢 这个电波就会播放出来 如果说你那个时候你的针 那个箭头还有在的话 他的那个电波一播出来 你在打他的时候呢 你也会被电到 所以最好是说 你一电他了呢 你换刀来砍他 这一招也是不错的哦 OK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镜头 下一个镜头你可以看得到啊 达奇他用针打 还有那个zloid他也是打针进来嘛 然后最终就是达奇他运用他的那个冲锋枪 就是射成立 然后他的那个电波出来 就是因为两个人他是打针进 所以结果呢 两个人就会被电到了 然后也给成立一个机会来反弹啦 OK这边的话 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达奇跟zloid也是用那个针打进来 但是桥是没有打的 所以呢 又是一样啦 又是达奇他的那个冲锋枪呢 竟然就是打开了他的这个电波 然后 桥还是同样没有被电到 因为他没有打针进 所以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电波一波出来了 就放出来呢 他的命是可以开始扣了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 散弹枪 直接 是扣那个命了 所以这个防卫圈 成立的这个防卫圈呢 是有一个限定时间 所以一旦他爆了爆发爆开以后呢 在这个爆开的时间 我觉得是看 就是看那个成立的这个等级 越高等级 当然是说他的防卫圈 就会比较快恢复 那个圆形的状态 又再回来又有一个保护的 一个保护膜 所以你还是可以在他爆开这个电波的时候 杀死成立的 所以说来的呢 其实这个我可以觉得是说 只要你懂怎样去杀他 你不要去硬碰硬 你硬碰硬的话 你一定会被电 很像我之前我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用卡龙嘛 我是隐形 然后从背后现身打针 砍死很多人 都就是因为用了针就可以砍死 差不多三四个玩家 因为他跑得快嘛 就是因为成立的这个自动电呢 我就把卡龙给退休了 就是因为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结果呢 我的卡龙就终于可以复生了 终于我可以从背后现身 跑来砍成立 成立就可以马上死了 所以等这个更新出来呢 当然是说你一定会看得到 我一些玩法 你会看得到一些我的那些 角色人物的玩法 不同的玩法怎么来 杀死成立啦 那些没有课金的玩家 你们要记得不要硬碰硬 就是你可以运用你的破片 手雷 中立波 不要单单运用枪来火拼 因为单单用枪来火拼 你一定爆输的嘛 你可以运用你的地雷定向 这样埋在草里啊 然后敌人看到你 你那么那个命那么短 你可以引他过来 被你的那个地雷定向啊 炸死啊也是可以啊 稀释也是可以啊 车还是可以照样的去撞这个成立啊 对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我的这个账号 其实我是没有课金啊 我仅多就是买那个俱乐部啊 那个通行证的这个通行证啊 就这样吧 所以很多次我的玩法 都是运用要站内要去想 我不会 从来我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去火拼啊 就是尽量是用 那个人物的特殊特点来一次过 杀死那个敌人 所以你很多次你会看到我用 成立的那个 不是成立 是那个大安娜的那个无人机啊 无人机手雷马上可以杀死一个人 卡龙就马上用卡可以马上杀死一个人 我不做火拼了 所以这个讲解呢 就讲到现在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以下我的这个频道里面啊 可以打出一些文字啊 来让我知道啊 我可以给你一些看法 也给你一些意见 来怎么去课成立 但是可以说的确成立是已经没有那么强厉害了哦 它没有像以前那条线啊 那条闪电的那个线啊穿墙 我觉得那个就太过分了啦 好吧 就说到这里了 我就再跟大家说拜拜了 感谢你们观看这个录影啊 好 好 好